全球第一的手机品牌,日均销量78万台,却在中国卖不动,提及全球第一的手机品牌,相信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三星,作为常年霸榜的手机品牌,三星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容小觑,而根据2019年Q2季度的全球手机销量排行来看,三星此次依旧是毋庸置疑的第一,以7660万台的成绩领先华为近2000万台, 但就是这么一个在全球市场上斥炸风云,日均销量都达到78万台的存在,却在中国这个购买力强大的市场落入卖不动的境地,因为此次三星对中国的不公平待遇,让中国消费者彻底对三星喊了心,之后三星在中国的销量便逐年下降,而如今1%的市场占有率,便是三星当时一意孤行的代价。